欢迎回来 国产威士忌Tima风波 今天被带上了国会上议院讨论 财政部遭质问 为何会批准这个品牌面世 伊斯兰党上议员阿默·亚哈亚就提出 品牌名称和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女儿 法蒂玛的姓名相近 而在国内引起争议 在议员的追问下 财政部第二副部长亚马尼就强调 Tima名称和产品标签 是由卫生部批准 亚马尼说 生产Tima品牌的Wine Park私人有限公司 是在2003年开始获得国产准证 而关税局从2005年开始 也已经停止发放新的国产准证 给烈酒制造厂 并禁止制造商扩大产能 不准搬迁到自贸区 和不能够增加产品类别 来自土团党的上议员 拉扎里·伊德利斯也追问政府 是否要禁止出售Tima列酒 然而副部长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 是否也要禁止出售Tima列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